北京时间六点整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调频九十三点四 清晨新闻 清晨新闻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调频九十三点四 清晨新闻 各位听众早上好 这里是直播的清晨新闻 我是张早 我是子佳 今天是七月十三号星期四 农历五月二十六 首先给您介绍一下 今天的天气和生活指数 今天上海市多云 今天和明天的午后 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 偏南风四到五级 今天最高温度三十七到三十八度 明天最低温度二十九度 今天相对湿度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八十五 昨天温度实况 徐家汇最高温度三十八点七度 最低温度二十八点六度 宝山最高温度三十八点七度 最低温度二十八点九度 松江最高温度三十八点二度 最低温度二十八点七度 今天的人体舒适度指数 四级不舒适 润肤指数二级皮肤较湿润 洗晒指数三级不太适宜洗晒 晚锻炼指数二级适宜 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四十一 平价等级为优 根据最新预报 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 下午凉 夜间优到凉 明天轻度污染 后天凉到轻度污染 稍后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来关注一组要闻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 给两个单位两名个人寄功 给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某事 九二七三零部队七十分队 分别计一等功 给陆军工程大学教授张雄伟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神经外科医学部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张建宁 分别计国防科技三等功 安徽省委书记韩骏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 7月11号率安徽省党政代表团 在互考察并瞻仰中共一大纪念馆 上海市委书记陈姬宁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 参加相关活动 共商互玩两地深化合作大计 携手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 市委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专题学习研讨会 即市委中心组学习会 7月11号举行 市委书记 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陈基宁主持会议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章的重要论述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自觉做学习遵守党章的 忠实践行者 把党章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 以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践心功的实际行动 让初心心火相传 把使命永丹在间 奋力创造 无愧于党的诞生地的 出色业绩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昨天发布消息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 主任董云虎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市委常委会 昨晚举行会议 传达中央对董云虎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进行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市委书记陈基宁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 坚决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 会议指出 要深刻吸取教训 持之以恒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切实做到拒斧防变 警钟长鸣 反腐畅联 常抓不屑 各级领导干部 要严以修身 严以用权 严以律计 永保共产党人 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昨晚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后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市政府党组 市政协党组 分别召开会议 传达中央对董云虎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进行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一致表示 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 坚决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 市委副书记 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公正 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并指出 要按照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深刻警醒 引以为戒 结合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提升思想境界 加强党性锻炼 永保共产党人的气节和操守 要进一步履行好 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须于不可放松 您正在收听的是 清晨新闻 继续报告要闻 市委书记陈基宁 昨天会见德国斯艾普公司 首席执行官 执行董事会成员 柯瑞安 上海市市长 龚正 昨天会见美国3M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麦克罗曼 早起的人儿有话说 清晨说事 清晨说事来关心天气 昨天上海再度拉响高温成色预警 午后全市大部的最高气温 在38度上下 徐家会站最高气温定格38.7度 这是今年第九个高温日 也是第二个酷暑日 今天上海以多云天气为主 预计最高气温仍可达37到38度 又是一个酷暑日 上海市气象部门提醒 10点到16点之间 尽量减少外出 外出做好防护 减防中暑 预计从周六开始 负热带高压冬退减弱 上海高温天气有望缓解 不仅在上海 南方多地入府以来 也同步遇到高温 昨天中午12点50分 杭州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主城区全部街道 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度 局部40度以上 持续高温天气 人容易中暑 医学专家提醒 中暑并不是简单的头晕恶心 严重时可致命 做好预防非常重要 来听报道 早上九点不到 炙热的太阳就开始发威 就算是走在树荫下 也能感觉到热浪吸人 不少暧昧的姑娘身穿防晒衣 戴着防晒口罩 撑着遮阳伞 行色匆匆 天气太热了 都出汗了 今天是热 像火烤的一样 从本市多家医院 目前的急诊接诊情况来看 中暑患者还未出现明显攀升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周淑琴说 中暑是由于长时间暴露在高温 或是热辐射的情况下 人体的体温调节出现了问题 接而影响到水 电解质和代谢功能 甚至影响到神经功能 轻度的中暑的症状 并不是十分典型 容易被忽略 它包括头晕 头痛 出汗 口干 有的人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 眼花 耳鸣等等 这个时候结合患者 有接触这个高温的这样一个病史呢 是比较容易判断他有中暑的 及时的处理 患者很快就能恢复 不久前 北京一名导游在工作时中暑 送医后不治身亡的消息 引发广泛关注 周书秦说 热射病就是一种重度中暑 非常危险 如果处理不及时 就会症状加重 出现皮肤的灼热啊 面色桃红 甚至出现羞壳的表现 比如四肢湿冷 心率加快等等 再不进行及时的处理 就会出现明显的中暑神经系统的改变 比如意识障碍 高热和抽搐等等 这就会危及生命了 周书秦介绍 中暑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群 但建筑工人快递外卖等户外工作者 比白领等室内工作的人群 中暑几率更高 高温天将持续 每个人都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建议尽量是早晚出现 即便要做运动 也尽量避开太阳直射的情况 早晚运动 第二就是在运动或者是工作的过程当中 要及时的休息 补充水分 适当的调节你的工作强度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保持比较好的一个清淡的饮食和精神状态 此外要提醒的是 每年都会有几例老年人家中中暑的病例发生 子女要多关注独居老人 提醒老人不要为了省电而不开空调 而当发现身边人出现中暑症状后 及时的对症处理很必要 可以把中暑人员移动到通风和阴凉环境中 用电风扇或是冰毛巾 冰凉贴等帮助局部降温 及时补充水分盐分 如果发现中暑人员情况不见好转 需要及时送医 以上记者吕春璐报道 高温之下 网上兴起一股晒背风 热传的养生工略认为 这是不要钱的添酒 可以去寒湿减肥等 记者以晒背为关键词 在某平台搜索 相关笔记超过357万篇 然而三福天晒背真的养生吗 医生提醒不要盲目跟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潘育院区中医科郑雁华副主任医师 从中医的角度介绍 不少经脉和穴位都在后背 晒背能起到调理脏腑气血的作用 但晒背时间需要注意 可以在早晨太阳不是很强烈的时候 晒一晒 时间不宜过长 不要在中午或下午的烈日下暴晒 避免晒伤 至于晒背减肥 医生提醒说 三福天减肥 需要科学合理的安排饮食和运动 睡眠和休息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想通过单纯晒一晒 就达到减肥目的 是不科学 也是不合理的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 用电需求也不断扩大 因供电故障 锦江乐园昨天继续暂停营业 国网上海市南供电公司介绍 截至昨天18点35分 锦江乐园专供电缆绝缘击穿缺陷修复 电缆权限隐患排查和可靠性实验已完成 锦江乐园全面恢复供电 每到夏天餐饮店油烟扰民是市民投诉激增的老大难问题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志虎昨天表示 今年4月起城管执法部门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油烟扰民专项执法整治 已发现问题250个 立案查处87起 此外市区两级城管执法部门已制定专项督查计划 对重点点位开展回头看督查 评估执法时效 巩固面上执法整治成果 徐志虎还透露 今年城管执法部门聚焦优化营商环境 小区增和治理等市民反应突出的问题 出台了一系列新举措开展专项整治 第31届华交会 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本届华交会展览规模为10.52万平方米 展位数共计5234个 三展企业3299家 其中境外展商234家 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 为期4天的展会期间 预计将迎来3.3万名海内外采购商 国内成品油价格今天零点几上调 此次调价 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调0.12元 95号汽油每升上调0.13元 0号柴油每升上调0.13元 本轮调价后 多地95号汽油将重返9元时代 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为例 这次调价后 车主加满一箱油将多花6元左右 第18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 今天开始到16号 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 本届展会会聚众多知名动漫展商 包括哔哩哔哩 天文脚川 玄机科技 兽屋 盛趣游戏 巨人网络等海内外知名厂商 也有米游社等首次参展的新朋友 昨天 在全国低探日上海主场仪式上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共同发布了上海市探谱会 绿色出行示范场景 即日起 上海市民可以通过公交 地铁 轮渡 共享单车等绿色出行方式 获得个人探谱会减排量 并进入上海市个人探账户 进行探积分的转换 查询与销纳 上海首批新时代城市建设者 管理者之家 昨天集中接牌 新时代城市建设者 管理者之家 主要面向建设施工一线工作人员 环卫 物业等城市运行维护人员 以及快递 医护等 为市民日常生活服务 提供人员定向供应 在全市各区均有分布 目前已筹措床位 约11000张 上半年供应了约7000张 记者从上海市绿化市容局 和上海市文明办 昨天举办的推进会上获悉 在首批41座的基础上 今年将新增100座 上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公园 并评选认定10座 上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公园 和2座上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公园 上海持续推进家政服务持政上门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家庭服务业 行业协会获悉 今年上海将再新增5000名持政家政员 同时今年将推动家政企业 同步更新并完善持政家政员的 相关6项业务信息 首批至少覆盖1万名持政家政员 中国第13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 搭乘雪龙2号 昨天从上海出发 前往北冰洋执行科学考察任务 本次考察是党的20大后 我国组织开展的首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活动 预计总航程约1.55万海里 9月下旬返回上海 第九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 昨天在湖北武汉举行 来自中外的100多家商业航天企业参展 带来了商业航天领域卫星 运载火箭等一批最新的科研成果 论坛上航天科工集团宣布正式启动超低轨通摇 一体星座建设 超低轨道是指轨道高度低于300公里的轨道 相较于传统轨道 超低轨道可实现同能分辨率下 光学在和重量 成本降低50% 超低轨通摇一体星座计划 今年完成首发星发射 2024年完成九星业务验证星簇的发射 2030年星座规模将扩大到300颗卫星 具备15分钟应急响应能力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总师张海连 昨天披露 我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陆月球 开展科学探索 其后将探索建造月球科研试验站 开展系统连续的月球探测和相关技术试验验证 昨天上午9点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液氧甲烷火箭 朱雀2号摇2运载火箭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按程序完成了飞行任务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 朱雀2号是全球首枚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 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 在新型低成本液体推进器应用方面取得突破 该火箭可以将约4吨重的航天器 发射到500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 继7月8号启动首批12个项目预售门票后 杭州亚运会门票实时销售阶段 将于8月14号开启至10月8号止 该阶段中 购票者可根据公布的场馆座席图 自主选择座位并购票 部分场次和报名抽签项目不能选择 按购买重签票档配座 暑假里不少家长计划带着孩子出门旅行 根据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 从7月20号开始 儿童乘火车时必须携带有效身份证件 才能进站乘车 忘记携带儿童有效证件 或者儿童有效身份证件丢失的 家长可以在车站公安制证口 或者自助售取票机办理孩子的临时身份证明 也可以通过铁路12306APP 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 北京时间6点18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清晨新闻 下面带来一组国际和体育方面的消息 针对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公报涉华内容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 中方敦促北约立即停止对华歪曲抹黑 编造谎言 放弃搞乱欧洲 霍乱亚太的危险行径 不要为自身继续扩张 寻找借口 汪文斌说 冷战已经结束了30多年 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 却依旧保持零和博弈 对抗思维 无视国际社会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呼声 逆潮流而动 开历史倒车 不得人心 也注定不会得逞 昨天 中国 俄罗斯 印尼在雅扎达举行三方会晤 中央外办主人 王毅出席会议 王毅表示 中国 俄罗斯和印尼同为新兴市场代表 和20国集团重要成员 开展交流合作 符合三国共同利益 有助于推动多边主义进程 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印尼外长雷特诺认为此次会晤是三方对话交流的有一场事展现了三方对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和东盟方式的共识将继续就此保持沟通 三方还就粮食能源安全交换了看法 认为应完善全球治理 确保供应链畅通 保障发展中国家粮食能源安全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 经中美双方商定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将于16到19号访华 双方将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深入交换意见 为期两天的北约维尔纽斯峰会昨天闭幕峰会期间北约坚持扩大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全方位援助 还与四个亚太国家领导人会晤 试图在亚太地区挑起阵营对抗 既引发成员国内部分歧 也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持续拱火遭到俄罗斯的警告 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11号晚表示 北约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将使第三次世界大战越来越近 此外在北约峰会召开之前 英国和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爆发了反对北约的示威活动 此外由于法国等国反对 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的提议未获通过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明确表示 北约是北大西洋组织 而日本不在北大西洋 昨天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立陶宛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 日韩首脑界北约峰会之际 持续展开穿梭外交 这是尹锡悦任内举行的第六次韩日首脑会谈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声明称 俄军按计划即将完成接收瓦格纳集团武器装备的工作 目前瓦格纳集团共转交了超过2000种各类武器装备 其中包括重型武器 例如飓风和冰雹 多管火箭炮 铠甲防空系统 排击炮 多功能履带装甲车 装甲运兵车等 此外俄国防部还接收了超过2500吨各类弹药和近2万件射击武器 所有武器装备均被运送之后方 由俄军修理部门进行技术检查并重新送往战场使用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昨天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16轮展开较量 上海海港队以3比1赢下武汉三镇队继续领跑积分榜 在泰国曼谷举行的2023年田径亚检赛昨天进行了首日比赛 中国田径队获得女子四乘100米接力冠军 并收获三枚银牌 此外男子四乘100接力决赛中 中国男子接力队跑出38秒87获得第二名 烦忧一线千 迷声一网通 欢迎拨打听住热线 家住昌里路上南二村的于老伯 经常乘坐公交去医院配药 近日他致电本台新闻热线62706270反映 家门口的公交站台没有后车停 智能站点显示屏也没有安装到位 三福天下等候公交出行的老人 只好在烈日下哭等 本台民生一网通节目 昨天予以关注 请听报道 上南二村小区门口的公交车站是个大站 十条线路的公交车都要在此停靠上下课 70岁的于老伯隔三差五要在此坐公交车去浦南医院配药 他说八年前这个公交站台改造后 后车停就消失了 之前有老的公交站停的 后来就拆掉了 没有安装上去 八年没有的 我的诉求就是尽快把这公交后车停安装到位 配要去等公交车不方便 这里只站着时间长了嘛 脚站不动 没有座椅 记者在现场看到 572路338路610路等十条线路汇集于此 周边社区居民大多靠公交出行 三福天下 市民只能顶着烈日等车 老年人靠盲差车辆到站时间 还有显示去站 还有几站就可以到这里了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 这个设施好像不怎么好 没地方坐 老人家有时候等车后车什么都想坐一坐 休息休息 是要改进一下 浦东新区道运中心公交科科长姚齐江说 后车停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目前人行道的宽度等硬件符合安装条件 将尽快开工建设 前期其实这个市民投诉之后 我们也已经把这个特车停建设 这个计划也已经累进去了 基础我们下面的这个设施 全部已经埋设好了 一周以内我们这个设施就能建设上去 据了解 本市公交电子站牌目前已实现七个中心城区 以及浦东新区中环以内区域全覆盖 帮助市民及时了解车辆倒战情况 对于市民反映的昌里路站牌电子站牌的问题 姚齐江承诺 像这种特殊点位呢 因为没有暂停合一的 客车停 今年呢 已经列入这个计划 改造的计划了 我们客车停上去走同步 我们电子车停爆弹 也会进行全覆盖 以上由记者成林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晨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是全国低探日 如何吸引更多人节能降探 今天中午十二点直播的市民与社会节目将予以讨论 下午三点的活过一百岁 暑期特别策划 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 跟您聊聊青少年肥胖和心理有关系 户上一男子隐瞒婚人御史和女同事生子 还拒付抚养费 这种情况算诈骗吗 下午四点直播的发言看天下 与您共同关注 怎样为自己定制健康食谱 如何通过饮食达到减吃增肌的效果 今晚七点直播的阿拉会生活节目将和您分享 运动健身人群的食物选择技巧 节目的最后再为您回报其项 本是今天多云 今天和明天的午后 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 偏南风四到五级 今天最高温度三十七到三十八度 明天最低温度二十九度 今天相对湿度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八十五 目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四十一 评价等级为优 各位听众 今天的清晨新闻就播送完了 本次节目监制孟诚杰 前节 编辑葛晶晶 马瑞 我是张早 我是子佳 感谢你的收听 绿色清浦桥头堡 开放创新 西红桥 依托北斗西红桥基地 美地全球创新园区等 市集重点产业集群和重大科创项目 清浦西红桥商务区布局发展数字经济新赛道 在全市数字经济产业格局中强势崛起 上海西红桥商务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文娟 当前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机遇 也将成为西红桥带动经济增长 塑造发展新优势的重要引擎 这里承接了大会展 大商贸 对数字经济的拉动效应 不断积蓄数字经济适温 初步形成产业规模效应 产业链上下游 优质 资源 持续集聚 深度的产成融合 丰富的载体空间 完善的政策体系 专业的服务团队 共同构成了西红桥优质的数字经济投资环境 马文娟 良好的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 是西红桥打造数字经济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比如商务区 依托 美地集团 TCL 格创东智等智能制造企业总部 加快数字化手段与实体经济永迹结合 助力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向千亿级迈进 我们的服务之一就是以产成融合为目标 打造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和生活配套体系 让这些高端人才在此安居乐业 建设中的美地全球创新园区 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 总投资超过60亿元 未来将引进8000至1万名全球高端研发人才 建成智能科技和前端研发总部 西红桥作为长三角数字干线首发展 未来将依托大红桥枢纽 大会展效应 大科创生态等核心优势 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构建数字经济创新链和产业链 助力长三角数字干线 打造经济数字化的引力场 生活数字化的全息场 治理数字化的网络场 生态数字化的试验场 从太空再次认识地球 航天宏图 摇杆领域的北斗星 中国摇杆服务全球 航天宏图 城市主动漫 市场主舞台 上海地铁网络大庭就在德贝通 德贝通地铁网络大庭 广告投放月线61511858 城市主动漫 市场主舞台 上海地铁网络大庭就在 德贝通 德贝通地铁网络大庭 广告投放月线61511858 61511858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6点30分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点20分 2点40分 词